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lec 我今天要告訴大家我上完披薩克的心得 我看的影片是公布熊貓 這部電影的角色有阿波蓋世武俠歸大仙師傅 阿波有永不放棄的精神 蓋世武俠其中有猴王、靈賀、焦虎和快堂王 快堂王的速度很快和焦虎的很強壯 猴王的尾望很強壯 靈賀他很靈巧歸大仙他有預知能力 師父他專挑一些困難的東西給徒弟練習 我覺得我弟弟和快堂王很像 因為他們的速度都很快 我不贊成阿波的爸爸隱瞞 阿波不是他親生的事實 因為這樣會讓阿波不知道他的親生父親是誰 我覺得阿波在他爸爸的密店打工 他很不開心 因為他不想打工 他想要成為神龍大俠 這部片有四個段落 第一段是阿波長成為神龍大俠 第二段是他在介紹幹事武俠有哪些 第三段是阿波在和殘暴打第四段是結尾 我覺得這部片要告訴我們有夢想就這樣完成 阿波長成不能半途而廢 謝謝大家 記得要幫我按讚喔